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皆さん 继续Nandroid开箱 今天的主角是My Hero Academy No.2 Hero Hawks My Hero Academy是2014年 开始在Jump Weekly连载的漫画 也在2016年做成动画 My Hero Academy的故事里 有特殊能力是件稀于平常的事 而主角 Izukun Nidovia 是有着成为英雄目标的他 但他却没有任何的特殊能力 回到今天的主角 Hawks是现任的No.2 Hero 他的能力是长在他背上的红色羽毛 不只让他有了飞行能力 他也可以自由的控制羽毛飞行 也能用来远程攻击 同时也能把羽毛变成刀 来做近身的肉搏战 Hawks的配件只有两只手和一只弯的脚 但配件的双手并不能摆动 把他当成手的唯一配件 我是觉得有点可惜 但除此之外 Hawks的设计真的很酷 真的贱 眼镜是钉在头发上的 这样的话可以防止我们不小心遗失或者是弄断 再来他的翅膀的可动也很高 能够把他展开 也可以把他缩小 但是如果可以配多一个手腕的话会更好 说实话 颜色方面我是真的没有太大的意见 他有咖啡色黄色还有黑色 他被大多数的咖啡色盖着 那这点的话有把他的色调降低 因此在视觉上也让他看起来比较简单干净了许多 我的Hawks是在阿米阿米购买的 价格是7140元 这次比较的对象就用 也是My Hero Academy的角色 是我在去年 2月时购买的 Shoto Toruki 当时的价格是5540元 他们的配件数量不相三下 所以我并不明白在这一年到底为什么可以涨到这么多 第一时间看到价格我真的是有下一大跳 但Hawks又是我喜欢的角色 唉 当然也看到结果还是买了 但经过了这次我还是觉得 My Hero Academy 的价格对我来说就 就价格在5500元到6000元之间 真的不可以再多了 那么今天的Hawks就到这 我们下次见 掰 by bwd6 by bwd6 by bwd6